他们都去看英雄 全是白人梦 你跟我一样挑剔 喜欢与众不同 我不爱蜘蛛的酷 和骄傲的钢铁 我爱铸木股 争起朋克的诙谐太极 男主角是个清朝的白痴 名叫杨汝禅 就像一张白纸 头上长了一个包 其实是一个吉 小人物的叫 终有一天要咆哮 女主角是个花痴 叫做陈雨娘 安扯了baby 扮演所有宅男的幻想 她从小住在太极村 有个爸爸和哥哥 这些男人都是奇品怪 她可真不好惹 她的老爸是长门人 但有点神经病 良家灰月 老爷帅月 颠狂简直要人命 大哥冯绍峰 离家出走追风追梦 英俊的飞行员 不爱读书 喜欢高空 难怪正专为什么说她是一个花痴 因为她从小叫暗恋 表哥疯子静 总之不过是一个唐儿宴的海国装强做事 好吧 我承认我嫉妒彭于燕 帅得令人发直 总之方子竟不仅没有看上去 孤城与娘还带了个火辣辣的羊牛 Mandy回到家乡 驾驶一个叫做特勒伊一号的机械大怪物 说要念国台积村来开铁路 花痴鲜碎了一地 一卷不振 老爸嘴上不说 心里也跟着郁闷 想想白痴和花痴 其实也挺合适 不如携手台积拯救全村才是大事 花痴啊花痴 本身武艺高强 算不上白富美 但也不做黑木耳 白痴杨露禅 其实天赋异禀 脑子稍微有点脱陷 但是腹肌挺硬 一代英雄英雄 从零开始 从此白痴 白痴 变成大师 一代英雄 英雄 从零开始 从此白痴 白痴 变成大师 故事还没结束 别忘了这是太极 太极有两极 电也有两极 九二极第一极 十二一第二极 两极连映 强强联手 自身美少年无厌 祖风又翘老爸谢贤 以及黄飞鸿里的鬼角期 学习心都来共上胜举 当然还有绝世美人书旗 彩蛋连连 彩蛋连连 十一档期 铁定让你翻天 彩蛋连连 彩蛋连连 十一档期 铁定让你翻天 十一档期 铁定让你翻天